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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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这个软件的界面 然后先讲讲今天大盘的情况 然后再回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就是熊市的生存和进阶这两个内容 咱们一开始先讲当前市场的一些情况 然后慢慢的咱们再开始进入主题 然后再重新总结一下 再跟大家互动一下 最后结束今天的这个直播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点计划 对 显示 显示软件吧 好 刚才一个小小的问题 因为我长时间才用一次还是不够熟练 平时我也不用这个东西 好 那咱们先看看今天大盘的情况 今天上证指数又跌了1.49% 而且这个分时走势应该说是比较难看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盘中除了早盘有一波稍微有点力度的向上反弹之外 然后后来再也没有什么力度的反弹了 这个都不算是有力度 然后你看这个下午盘从1.40多分 然后一直回落到收盘 就是市场早盘还有一点点这个抵抗力量 然后下午都没有抵抗力量了 这是说明现在投资者 就是说 受到之前的这个下跌的打击比较大 然后现在都连抽底的这个信心都没有了 所以呢大盘是五盘是这样一个下跌下去 我估计今天这样的分时下跌之后 明天可能还会有一个下探的过程 一般这种尾盘下跌第二天还会有下探的过程 然后下探之后能否反弹 届时我们就要看这个市场的这个抛压 还有阻力等级的一些情况了 假如说明天大盘再往下探 然后呢又分时又显著下探 然后呢这个抛压又比较低 然后阻力等级是-C级 甚至-C级以上 比如说达到C级甚至B级的话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 即便下探之后都还有希望回升 这是说这个分时或是超短线的一些情况 我们再看看现在的这个盘面资金 盘面资金现在你看今天收盘的时候 盘面资金是890亿 这个数额非常的少是吧 很久没看到这样的一个数额了吧 随着这个 就是说市场一下跌 一反弹之后再下跌 就会不断的有人从市场里面把钱拿走 这被拿走的钱就是一部分 还有另外一部分的钱呢 是撤退的那些钱 原来呢比如说我还有点资金 在市场里面来回折腾 但是受到一些挫折之后 然后呢就开始算了不完了 然后就退出 所以说这样的退出越来越多 然后呢场外资金会越来越多 然后直到某一天可能到一个极限之后 然后呢就会出现一个反弹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今天我们看到盘面资金只有890亿 这个数额真的很低 应该是最近 应该是从5178 就是2015年的5178 到现在好像应该是最低的一天了 之前虽然也低 但是很少的时候 均值只有1100亿左右 没有这样一个情况 你看今天大单流向 大单那这个又净流失了74个亿 流失的额度是应该是比较显著的 在排名资金这么少的时候 这个主力资金继续卖出 主力资金现在就是 为什么这样卖出呢 应该都是 我之前在微博里面提到的 就是一些机构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止损了 为什么要止损呢 因为之前5月份到7月份的这个下跌 把他们给打醒了 他们认识到这个熊市 现在是熊市了 所以开始止损 就像20 我记得像2008年的时候 一开始机构是一直扛的 扛到好像是3200点 然后再往下跌的时候才开始止损 这是2008年的一个情况 最后大盘跌到1664 那现在的市场 我们也发现这个机构呢 也开始进入一个止损的一个时间 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没有非常明确的一个证据 比如说没有哪个机构 或者明确一个统计数据告诉你说 这是机构在减持 没有 但是我们从这个盘面上 包括一些个股 特别是一些装股 他们的表现 你可以猜测出来 你看像最近半年 你看还有多少只说 真正的之前强势的那些装股 还能保持的 没有 基本上没有 如果有的话你告诉我 反正我现在我就没发现 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一个装股 那这是主力资金这样的净流失 肯定就是 对大盘来说 对大盘的短线来说 肯定不算好事 哪一天主力资金开始回流了 比如说到收盘的时候 我们说的收盘 不是盘中 盘中这个 当然流向翻红 那太正常了 但是盘后能够翻红 特别是能流又超过20个亿 那才说明这个 主力资金开始回流 而且回流已经有一定的规模 那么成规模的回流之后 那可能就会容易引发 进一步的这个短线反弹 那在没有回流之前呢 咱们还是需要 还是需要这个 小心谨慎 就是说 还是以顺势而为的心态 来看待目前的这个下跌 就是从这个分时 还有些指标上面 我们能看出来的东西 还有一个我想说的 就是咱们天狼50的这个涨跌统计 涨跌统今天是84%的股票 绿盘报收 也是比较明显的普跌的 一般这样的一个普跌之后 可能转线会有一个分化 然后呢 在分化可能就会导致指数的跌幅会 变小一些 不会就像今天跌这么大 就明天或者后天可能会有一些 稍微回抽一下都有可能 先下探再回抽 会有这种可能的现象出现 就是从分时走势盘面 这些东西能看的 我们再来看盘后吧 盘后呢 盘后其实应该说挺明显的 现在上证指数的四条成本均线 就是一个比较显著的空头排列 而这个空头排列呢 是正在向下发散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看8日成本均线向下发散 那上面的这个无穷线 还有这个60日成本均线 没有向下的这个幅度没有那么大 但是8日成本均线 还有21日成本均线 这两条呢 是向下的斜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 就明显的开始发散 一发散的话 就这就是一个向下趋势开始 就是说往下走的一个时候 可以看看之前呢 跟之前这个是不是也有点相似 是吧 这个也是 在这一拐弯 然后向下发散 这几条成本均线 空头排列向下发散 然后呢 一路这样跌下来 这是5月份 5月底到7月初的一个下跌过程 那现在呢 我们同样也需要 小心市场会进入这样一个过程 大概是 其实 今年以来的 这个下跌 我觉得有相似的地方 你看啊 前面大概是 3月23号 然后一直到这个 5月23号 大概是 两个月的时间里面 它就反复震荡 而且在下跌之前 在5月份 5月底的下跌之前呢 它还有一波先反弹 先明显有一波反弹上去 然后再下跌下去 然后你看 最近也是 7月5号 一直到这个 9月27号 这是两个多月的时间 也是反复盘整 然后呢 下跌之前 同样也有一个 比较显著的 显著的拉筹 然后才开始下跌 所以呢 就是这两波下跌 其实它的性质 就是说 或者说它的技术形态 有挺相识的地方 我们还需要注意 它就是说 下跌之后 会打出一波 比较大的一个空间 或者说 这个时间 空间时间上 可能都会有 你看前面这波下跌 是3月份到 3月底到5月底 然后呢 你看它的 K线的距离是这么长 然后向下的时候 是这么长 有这个 有句话说 什么横有多长 竖有多长 是吧 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下跌同样也是 你看这个横也挺长的 一旦向下 我们还是小心它 打出比较大的 这个时间空间 从这个筹码上来看 就是说 这波下跌 这波下跌 它要到达一个 就是说 比如支撑位的话 我们认为可能 要到2400点 2400点 才有真正的一个支撑位 当然不一定说 非得到2400点 才有反弹 它也可能中途会有 比如说像那种 走一个浪行 反弹一些 然后再下去 再到2400点 也有可能这样的 但是就是 从这个中线级别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至少2400点 中线级别的这个下跌 至少2400点 就像之前这个下跌 至少到前面这个 2700点 然后才开始游戏 才开始进入盘子 也就是说 这波下跌 正常来说 可能会到2400点 甚至更低点 2400点是一个 相对来说 一个比较简单的估计 2400点 然后才可能 开始进入一个盘子 或者说进入一些短线 反复盘子 反复反弹 然后再回落的这样的过程 但至于这个牛市 什么时候到来 这个还很远 至于这个熊市 要达到哪一个点位 到什么时候 现在其实都没有一个好的说法 我个人预期是 2050点 好像是在 上一次我做直播的时候 好像是提了这样一个点位 当然这个点位 也是就是说 有一些证据 但是这个证据 不是 或者说理由 不是那么充分 不是那么充分 所以还是 有这个预期存在 然后可能随时也要调整 但现在 现在肯定市场 离这个牛市还比较远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这个筹码都知道 上面筹码都在上面 这些人 这些人不止损下来 这套牢筹码不止损下来 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牛市的可能 只有等他们止损了 然后呢 割肉出来了 然后呢 市场呢 才会有更多的资金 更多的城外资金 然后呢 然后再有一些先锋部队 再一拉升 然后再重新突破 那牛市也就到来了 好像陈老师是预期 2020年吧 好像是 反正这个 可以预期 但是呢我们还是说要 及时的去调整这个 因为根据市场的现实啊 根据实际情况 及时的去调整 比如说我预期了 然后 我现在什么都不干了 我就等着到那再说 不是那样的 可能中途会有一些 比较大的波动也有可能啊 这是从这个盘后 这个日K线来看的 另外在盘后日K线呢 我还想提到一点就是 以今天的收盘价来看啊 离这个八约层均线是有一点点距离的 如果说再明显的下坛 比如说再回到2536 或者比2536更低点的话 那可能又是一个短线的超跌反弹啊 短线的超跌反弹 然后呢就可能会有一像像 上周五那样的啊 先行住下坛 然后再回上来翻红 可能会有这样的啊 这跟咱们刚才在看这个分时 做判断的时候 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就是说 无论你从分时上 从盘后上 你得出的观点都差不多 那这样的话 你的观点可能就 相对来说可靠一些 还是不一定正确 但是呢 至少相对来说可靠一些啊 假如说你得到了 你从这个技术面看来 大盘要 可能要有暴跌 结果呢 你一看分时 分时好像又觉得又要上涨 那这样的话 那你的这个得出来观点 肯定是 就是可能很容易矛盾啊 就是至少它在分时和盘后 至少是统一的啊 我简单说一下大盘嘛 就是短线的大盘啊 就是市场可能还会有下探 但下探就可能会有回抽的过程啊 这是 然后这是超短线的 然后呢 中线呢 可能要到2400点 甚至更低的点问啊 2400点是一个初步的估计 至于怎么看出来2400点 我这里就不说了 因为好像稍微复杂一点 其实以前讲过 但是今天在这里 我不想 不想再 再把这个话题再重复啊 OK 现在呢 已经 3点43分了 咱们讲完大盘 这么多之后呢 咱们开始进入今天的这个主题 就是 熊市中的生存和境界 这里边呢 包含两部分的内容 一个是生存 你只有生存下来 你才能 才能有可能去有境界啊 所以呢 生存是前提条件 说到生存 其实很简单 熊市的中间生存 第一个 可能大家都能想得到啊 第一个就是 仓位控制的问题啊 有可能大家会想 那太简单了 我直接什么都不做 熊市什么都不都不做 然后牛市之后 我在做不就行了吗 确实 从事后来看 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呢 我相信 今天还到 还到咱们这个房间里面来 听课的人 没有谁会这样做的 在这里面听课的 听咱们讲这个直播这个课的 没有谁会这样做 都是 熊市之后 然后呢 还来回折腾 来回做 然后呢 到现在 可能是不是 还有一些仓位啊 然后呢 到现在 对 还在里面折腾 还在里面折腾 可能是这样的 所以才会听这课 假如说他是 熊市 因为市场已经进入熊市了 然后什么都不干 直接告别股市 过几年再来 是这样的话 那可能 那就简单了 就直接等到 确认牛市之后再来 可能会有这样的 但是其实 很难 很少有人做到这样 且不说机构啊 就算普通的个人机构 基本上没这种可能 机构因为 他们几乎都有仓位啊 真正清仓的 全部清仓的机构 基本上没有 顶多也就减仓啊 减个 比如说原来 八成仓 甚至九成仓 甚至满仓的 然后减到 七成 减一些 这就算是不错的了 真正减到 特别是 一些混合类的 一些偏股型的基金啊 基本上都减到七成的不错了 那些混合类的基金就是 可能会减多一些啊 减到三成什么的 像 国泰巨星好像之前在 牛市终结之前啊 就减到这个 只剩了 好像是 只留下 仓位 这个总仓位的 总规模的三成的仓位 左右吧 然后最后 你看后来的这个净值就 走得非常好看 大多数的投资者都是 一开始 牛市结束之后 都是不知不觉的 觉得可能还有 可能市场还会 再继续创新高 为什么 因为 牛市它的过程也是这样的 你看中途也是有几次回调 几次回调在上去 然后这一次回调 它仍然认为 跟前面的这种回调一样 跟前面这种回调 它仍然认为这样 所以呢 一回调到来 它还买来回买越买 可能又越亏 来回震荡 然后再跌 再来 来来回 来来回 那样 我就记得当时有一个 我看微博上 跟我互相关注的 有个朋友 反正是 那个 第一轮股摘之后 在第一轮股摘下跌的过程当中 然后呢 开始 它之前呢 它好像还减了点仓 然后刚刚第一轮股摘 刚走到一半的左右的时候 它就可以加仓 加仓什么呢 加仓的是 大智慧 加仓大智慧 觉得这个 未来几年大智慧会怎么样 信心满满 然后呢 你看大智慧的这个 可以 好 现在变成 st智慧吧 后来跌得非常惨了 就是它一开始就没认识到 这个市场已经进入熊市 已经进入熊市 然后反而还 重景的这个上证指数会到8800 我相信可能在2015年牛市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到8800点这个观点啊 因为这个观点其实当时我看很多人都相信 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牛市应该都是要创新高的 要突破之前的6124 如果突破之前6124的话 那就是8800 就是这样一个技术尾 这是当时的一个说法 但是后来不是这样的 至于这个原因 我就不太去 我不太想去强调那么多 就是咱们还说这个生存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控制仓位 当市场 当天狼50软件上的这些四条成本均线 已经不再是多头排列 已经进入了这样这种 一开始像这种是一半的空头排列 或者说全部的空头排列之后 或者说混乱排列之后 这时候呢都不应该再 都不应该再去就满仓或者重仓 而是应该控制仓位 无论你每一次 你有多么的看好的反弹 都不应该再重仓了 因为这种不是非牛式的情况下的这个反弹 它可能空间可能不会那么大 而且比较容易出问题 有的时候也挺大 但也容易出问题 所以呢就是说 在四条成本均线 不是多头排列的时候 就不应该再做这种仓很重的这个操作了 应该就是说半仓就可以了 像今年啊 2018年我一直是强调 最重的时候仓位就只能是半仓 最重的时候就只能是半仓 不要太多 因为2018年就是一个怎么说呢 防守反击的这个一年 就是防守为主 然后抓住机会去反击 当时好像我录视频的时候 当时还提到过 这个锁定2638点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筹码风是在这 看这个筹码风很尖的是在 对应过来的地方是哪呢 就是这个骨灾3.0之前的这个箱体 震荡的这个箱体位置附近 所以市场如果经过两年的反弹 回到这个这么重要的筹码风附近的话 很可能就会开始遇到比较多的泡盘 然后呢会跌下去 而且呢因为之前已经长时间反弹两年 然后一跌的话时间也会比较长 时间空间可能都会比较长 就是大概是当时在市场在这个位置 2018年1月份 就这波网上拉伸的过程当中 我当时录这个视频 收盘视频的时候 在视频里面提到我的 然后呢市场 不过当时这个视频好像是 只对内部开放 没有对外部的这个网络上的 这个投资的开放 只是对一些内部的 这个比如天蓝50用户开放 但是当时确实是有这个视频的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可以去找咱们售后部 去找这个好像有密码吧 刚才我们说的一个就是仓位控制的问题 像现在2018年啊 空投排列非常明显 你看每次也有反弹 这种也有反弹 这种也有反弹 也有反弹 但是呢 反弹毕竟是短的 反弹毕竟是短的 它每一次反弹都会 反弹涨上来一些之后都会有人减仓 然后呢就这个反弹就终结 所以呢就是说首先一点就是仓位控制的问题 我觉得在流市没有到来之前 或者说在这个筹码风啊 上面这筹码风没有被洗到下面来之前 咱们 咱们 接下来的任何的这个买入操作都应该是需要控制仓位的 我觉得 像现在 像2018年还是最高 我觉得还是在五成银的 然后呢 越往后 比如说跌到2400 2300 甚至更低点的话 你可以慢慢的把这个仓位比例 调高 或者说看着这个 这个筹码风越往下 越多的时候 你可以慢慢的把这个比例调高 因为它只要越往下越多的话 那就会有越多的股票 出现这个筹码的低位秘籍 所以呢你可以到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仓位慢慢的加重 但现在啊 在没有 这个筹码没有被洗下去之前 在没有到这个2300 甚至更低点之前 我们还是 先以这个 就是说先控制仓位 仓位最重的也就是50%左右 这样就可以了 就什么时候 我们应该积极进取 什么时候我们应该 要以防守为主 牛市的时候 我们应该满仓压上 然后呢顺势而为 甚至可以的情况下 你融资买进 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 不是牛市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要小心 不应该再那么激进 不能把这个风格 从牛市熊市一直贯彻下来 那肯定是不太合适的 刚才说的 这一个仓位控制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要降低盈利预期 要降低盈利预期 就牛市 熊市的生存之道 要降低盈利预期 在今年的时候 我看到好多朋友 就其实 一开始很多股票 选的都还不错 天狼五行的那些朋友 选的都还不错 赚了 也有些股票 也赚了百分之十几 都有 百分之十几二十都有 但是觉得还可以再涨 特别当它顺利的时候 就觉得还可以再涨 其实应该要有一个居安思维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在里面 或者叫未雨绸缪 当它还走得还比较顺利的时候 你就应该开始要小心了 就是这种顺利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而且现在是熊市 熊市你不要太贪心 一把操作里边能有百分之十几 那相当漂亮的了 后边即便还有 你拿不到 那你也觉得没什么 是很正常的 你拿不到 你不要觉得自己很可惜 很遗憾什么的 其实没什么 就是你拿到你该拿的一部分就行了 不应该说再去追求太多 所以一个是控制仓位降低盈利预期 这是熊市的生存之道的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重视 还有敬畏每一次的破位 市场的每一次破位你要重视 股票你所持有的股票的每一次破位 你都要重视 关于破位可能 你如果上网去搜索的话 可能会有很多对破位的一个定义 但是在咱们天狼50里面 我觉得你可以用筹码 用这个均线来做这个定义比较合适 毕竟你现在是咱们天狼50用户 而且我可以 所以说 告大家说 天狼50在这方面应该是 很有优势的 对这个破位这方面的定义 应该是很有优势的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说就用天狼50去定义这个破位 当然在用天狼50去定义破位的话 可能也有一些地方可能会稍微复杂一些 我就不讲那个复杂的 复杂点的这个破位的定义了 我就讲简化版的 简化版的这个破位的定义 之前我录视频 直播什么也提到过 怎么来定义破位 就是第一点就是 跌破这个 八日成本均线 你可以去看看 到今天为止 你持有的那只股票 比方说你现在手里有一只股票 亏损 亏损幅度超过百分之十的 是不是一开始跌破八日成本均线的时候 你没有重视 是不是跌破筹线的时候 你没有重视 然后慢慢慢慢的才越赔越多 反正像这几天 包括之前的 国庆节刚回来这几天 都有人问过一些股票 在微博上 微博私信问了一些股票 有的我回答 有的我没回答 因为有的时代不知道怎么回答好 就是像有一股票啊 比如说像好像有一个像叫叫核心包装 这个股票啊 近期也是跌的比较狠的 你看一个跌停之后 然后又一个 这天跌停第二天一个一字板 然后这天呢还下跌 今天又继续下跌啊 就最近跌幅挺大的 但是其实你如果重视破位的话 重视破位的话 你就可以规避这种大的下跌 你只要重视破位 这种大的亏损都跟你没关系啊 所以呢 才能够生存下来 怎么叫重视破位呢 刚才我们说了 跌破8日成本均线的时候 你就要重视啊 这天跌破是吧 而且跌破这个筹码风是吧 它直接是跳空低开 这有个筹码啊 我们把这个恢复回去看啊 这天收盘的时候 它是这样的 你看这上面有一个重码风 它这个重码风已经跌破了是吧 直接跳空跌破 然后收盘再跌破 到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你即便你原来在看好 你都应该先出来了 或者至少检查 特别是这只股票 已经连续涨这么多 涨到什么位置呢 涨到这个位置 你看这是前高是吧 前期高点附近 前期高点附近 反正我记得好像是 在上一期的这个直播 我有一期 反正应该上期的 这个直播视频里边呢 当时是提到了这个 前期高点的这样的一个 前期高点这样一个 就是左侧卖出的问题 然后这个股票 在前期高点位置附近 开始回头 而且呢 跌破8日成本均线 然后跌破 但是可能很多人没重视 然后呢最后 最后跌成这样啊 其他很多股票都这样啊 那像这只股票 你看这次也跌破是吧 跌破之后 人家往下跌一些 又又回去了 回去了 你到时候你回去上来 你再买也可以啊是吧 那像这一天跌破之后 那上来要不要买呢 你看他第二天他又回升上来 但是回升上来 这个时候呢 他至少要等到 再回到这个筹码峰之上 才能买啊 就他跌破的 他跌破了哪个筹码峰 特别是两个这么 时间间隔这么近的 他跌破之后 然后再重新回来 你至少重新回到这个筹码峰之上 这个啊 你至少回到 从重新回到这个筹码峰之上 那才要突破 才能再买回来 所以呢 你就你要重视的话 你就可以避免 你看前面这种 你不重视好像 好像还真可以 你看跌下去之后 第二天又大涨 对吧 你看跌下去之后 第二天又大涨 然后来来回几次 你就有一次你就回 就是这样的 很多股票一开始就是 就是对你形成一个市场训练 别的股票也是一样啊 几乎每一只大跌的股票都这样啊 所以呢 至于每一次 那个个股收盘价 跌破这个八日成本均线 不论是 它是多头排列 还是空头排列 还是混乱的排列 它只要跌破八日成本均线就可以了 你就要重视了啊 你就要考虑要不要检查 或者你就要考虑 它这个股票是不是有问题 可以好好评估的 像这个股票 当时它跌破的时候 你再仔细的一评估 发现 它在前期高点位置附近 然后又涨了这么多 是不是要跌的话 是不是会有比较大的空间 就应该这么想了 而不是就一直扛着啊 这是重视 还有敬畏每一次破位 我这个人 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确实是比较难的啊 连我这样的人 我也是很难做到 可能我能做到 50% 60%的时候 比如说50% 60%的破位 我都能重视啊 甚至70% 但是我也没办法做到100%啊 但是我帮我回顾 我在操作上 每当有损失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我不遵守纪律的时候 就是当我每一次出现账面浮亏比较大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 都是因为没有遵守自己定下的交易纪律的时候啊 所以当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教训的时候 就应该越来越 就越清晰 就是说我应该要敬畏他 以后我要敬畏这样的一个破位的问题 当他破位我们一定要敬畏啊 这是熊市生存之道的第二点啊 第三点呢 第三点 那就是要多听听陈浩老师的这个话啊 都看看他微博啊 你看像上一轮牛市结束的时候啊 上一轮牛市结束的时候 陈老师是好像是好几次警告 可能牛市可能有结束的风险啊 然后特别是这一阶段啊 特别是这一阶段 是大概是四千四千九百点左右吧 反正具体我记录记得不是很清楚 大概反正就是离这个顶尖相差的不是很远 当时就告诉大家股市可能要结束 然后后来呢还打电话啊 还给所有的客户打电话记住啊 然后大家有没有听 那就是大家的事情 但是这是当时陈老师做的 就是说非常负责 做的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对自己的客户负责任的一件事情啊 但是在后来啊 在后来你看 股债1.0 2.0 3.0 其实陈老师好像都基本上还有规避 包括 今年的这些下跌啊 都有规避 都有规避 当然像这波反弹呢 他也有一些判断失误啊 也有一些判断失误 这都正常的 不可能每次都能正确 但是在大的格局上啊 在大的格局上 他是没什么没什么问题的 所以呢 我觉得大家 嗯 从现在开始 你还要重视陈老师的话 别看了 比如说哎呀 今天他唱空了啊 然后结果今天收盘 要涨涨了啊 这种小的 就是小格局 或者说时间段 比较短的一些周期里面啊 他有一些 这种偏差 是很正常的啊 没有人说 任何时候都能正确 但是在大格局上能够正确 那就能在 确保你在大格局上 就是说不输给别人 所以大家就是说 应该多听听陈老师的话啊 包括还可以多看天狼的那些老师 呃 的微博视频啊什么的啊 像邓老师 现在他弄出一个这个 好像是牛鼓笔是吧 好像是 呃 牛鼓笔多少多少 然后就 就会见底啊什么的啊 这我我个人没用啊 我个人没用这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 这个东西可能很好用 但对我来说我也 我有别的东西 够用了就行了 我不愿意加东西 加进去太多东西 把这个原来的系统 弄的太复杂 原来的系统够用就行了 包括我把别的老师我不太清楚啊 包括我在呃 这轮这个牛市结束之前啊 牛市结束之前 我好像连续发了好几篇这个博客博客文章 大家可以点到我的微博里边 我微博里边 然后点到这个我的博客啊 我的博客当时好像在2015年的时候 当时还有更新 还有更新 然后再再补涨一下 这都是一种行情的末端了 因为好的都 好的股票全都涨了 剩下一些非常不好的股票也在也已经开始在补涨了 那这个时候呢已经肯定都是接近尾声 这是当时的一个想法 然后后来后来也能后来大盘也是大概在这个位置附近出问题 包括假如说你之前啊 我们就用说敬畏每一次这个破位那个说法啊 同样也是是吧 跌破80层均线啊 跌破然后没回去 这个筹码呢也是已经 头大脚小 就是上边上边的筹码 上边这个部分比较大 下边这个部分比较小 就是已经很多后立盘已经开始出现了 已经开始套现了 所以呢这个时候容易出问题 你看这一天就破了80层均线 这天虽然涨但是呢 勉强的站到80层均线之上 但也没有说重新突破啊 连这个缺口都没有回补啊 连这个上面这个投空缺口都没有回补 所以呢肯定也还是得继续等 然后呢就这样一路下跌下来 不在1.0都发生了 就是当你重视的时候 你是可以避免一些大的亏损的 当然可能一些小的亏损 或者说小的 小空间内的这样的一个反复震荡的话 你可能要吃亏啊 可能要吃亏 但大的这个你就 大的错误你就避免了啊 这就是我今天想给大家想讲的这个 关于这个熊市的生存之道 第一点就是仓位控制 然后降低这个盈利预期 第二点就是重视敬畏每一次的破位 第三点就是都听听陈老师的话啊 多看看天狼老师们的这个微博还有视频 然后关于进阶啊 进阶这个就是说熊市当中 我们能不能说也能够也能够获得一些收益呢 这肯定是可以的啊 这肯定是可以的啊 在这里呢 我只讲技术面 只用天狼50的这个技术面来讲啊 我不用比如说这个 别的一些什么机构的基本的基本面分析啊 这种东西来讲 这个的话我可能对我来说还有点难度啊 还讲不了 但是对天狼的这个软件来说 我已经应该说非常熟练了 非常熟悉了啊 所以能讲这些东西能讲 那我觉得要想在熊市中有所收获的话啊 有所收获啊 那首先一点就是要在这个节奏上 市场的节奏上要把握的好啊 即便在下跌当中 即便在像股灾1.0这样的下跌当中啊 你都可以只要你把握好这个节奏 做一些偷短线你都可以获利啊 你都可以获利 我个人是一直到了这股灾3.0的时候 才开始认识到这个下跌中啊 这个节奏的重要 因为当时呃 我记得当时是2015年年底的时候 当时我对大盘的一开始判断错误呢 然后判断错误之后呢 直接就是1月4号就是那个 元旦回来之后 就直接一个这个 百分之六点多的这个暴跌 然后呢就是说这个 错误的成本非常大啊 错误的成本非常大 然后跌了 跌了几天之后啊 大概是到 大概是到 这一天还是这一天之后 然后开始认识到啊 这个市场 在下跌下跌当中是有节奏的 然后呢去把握这个节奏 其实还是可以赚钱的 当然这种是一个非常短的啊 超短线的一些操作啊 呃 那么这个节奏怎么回事呢 就是每一次这个 长阴线的暴跌之后啊 往往第二天 都还会有这种啊 下跌 下碳的一个过程 然后下碳之后 特别是当它长阴线 然后暴跌 然后再下碳 然后下碳之后 抛压又比较低 然后呢 呃 这个 呃 就是说在盘后呢 他也有一些这个 这个短线超卖的话 那这种 是很容易反弹的 你比如说像这个 像当时的这一天啊 这一天是反而熔断嘛 当时跌了百分六点八六 然后是直接这样 跌了百分六点八六之后 才熔断 然后才停 这种肯定第二天会 继续下碳 这就是很正常 到这个时候 你肯定很容易理解 但是你再去 当时去盘后看的话 你会发现 它也其实 大跌下来之后 它离这个八月层纶线 已经有点距离了 然后你再 显著下碳的话 那就容易出现这个 短线的超卖 你看这一天 直接开盘 直接低开将近百分三是吧 这就是一个 非常 就是一个 它低开那么多 那这种就是一个 好的一个超低机会 超短线的超低机会啊 如果你盘 尾盘这样的买的话 可能更好使些 但是如果盘头就 前面这一天 怎么这样 然后第二天你再买一点 那到收盘的时候 且不是个股上啊 在指数层面上 你肯定是 是获利的 在指数层面上 是获利的 然后到 再往夏天 盘头我就可以卖了 不用留到盘 不用留到下午盘 因为到下午盘 确实是危险啊 在下跌当中 盘 就是下探回升 然后第二天再 找盘能红盘的话 这种一个 超短的 T加1的机会就完成 一次操作就完成了 不要留恋 不要留恋太多 除非说指标 当时你看到盘指标都很好 比如说抛压很低啊 主力资金也有流进啊 什么的 然后你看像这天 确实抛压也很低 当然流向当时 有流失 如果你涨盘不卖的话 这一波你可能就比较担心了 看下午盘都涨回来 这种往往是这种大跌的时候 这种超短线啊 反弹的时候也非常强劲 个股呢也是走得很强劲 但是呢 也是比较短暂的 所以都是T加1 这时候你注意节奏的话 你看这天就开始暴跌了 暴跌 然后你再等着说 如果它在第二天 再大幅下探的话 那我可不可以再买回来 再买点股票 你看这天它是高开 但是呢盘中又是一个下探 下探幅度 有2%左右的下探幅度 这时候呢 又是一次这个抄底机会 我好像印象中 我应该是差不多是 从这一天开始 开始的这个 做这种超短线 当时2015年的股灾3.0 一开始我是判断错误的 大盘判断错误的 但是后来 很快的就走出来了 大盘还没有 跌到2638点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挣钱了 就把之前几天的赔钱 已经开始搬回来了 不知道是这一天还是哪一天 反正都是这种下探过程当中 开始操作 应该是后来 不是应该不是这一开始 我好像还是减仓来回反复操作 后来发现干嘛 他既然认为市场还要继续下跌 干嘛他只是做减仓的 那干脆全部卖掉 然后再买就行了吗 你看好 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看这种大跌之后 假如说你这一天盘中买 最高涨了3.5% 到第二天即便找盘 他没有 他没有 就是说没有红盘 但是你应该还是 有获利出来的机会 而且这天找盘的时候 大单已经比较 大单的情况已经比较难看了 所以你不可能等到红盘 这种来回的操作 你看大跌头又是这一天 然后显出下弹再回升 然后又大跌 是不是再回升 这种经常这样 是不是 这就是节奏 当然慢慢慢慢的 他总会有到头的时候 不可能就一直维持这个节奏 不可能一直这样 这是一个超短线的一个节奏 那这个节奏的把握 第一个就是要看这个指数 有没有暴跌 然后暴跌之后呢 有没有进入一个这个短线超迈 就离这个八月成本均线 是不是距离比较闲著了 然后呢 抛压是否偏低了 如果这几个条件符合了 那你就 你可以尝试在 仓位偏低的情况下 可以常去操作 类似的情况 在最近也是可以用的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是 是这样 你看 这一根 这个 长阴线 这一天大概用不了 因为它没下探 没下探算了 但你看像这一天 这一天大跌一跳 然后这一天又显著下探 然后你要说你这一天盘中盘中卖的话 然后今天早盘卖 这个上周五盘中下探的时候 显著下探的时候 你买进 然后呢 今天早盘你卖出股票 今天早盘你卖出股票的话 那是 肯定是短线上 肯定是有一些收获的 至少在指数层面上 你是可以有一些收获的 这就是这种超短线的节奏 当然 可能很多人不愿意去把握这样的节奏 那另外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节奏 稍微大一点的节奏就是 你可以看这个日K线 其实也是挺有规则 你看 看这个量价 那这个 成交量萎缩 然后再重新放量 重新放量 就来一次 就来一次翻弹 这种一萎缩 然后再起来 再重新放量 然后是又是一次翻 所以每次它萎缩的时候 你要注意 有可能会有反弹 你要想着这个问题 你看包括这个 萎缩 然后要起来一次翻弹 萎缩再来一次翻弹 是吧 对应 大家看下边的这个柱状图和上面对应的 萎缩再来一个反弹 萎缩 基本上都这样 像前面这一阶段 就是去年的12月份的时候 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当时我看到这个量能已经比较低了 当时我录视频来说 到这个时候 你也已经不应该再去考虑止损的问题了 而是开始考虑仓位回顾的问题 因为随着下跌了一段时间 然后这个量能缩小 空头能量释放比较充分 这时候呢 向下空间比较有限 反而是开始孕育的反弹 这是当时的一些说法 然后后来就是反弹上去了 你看 这个是 这个也有反弹 这是春节的因素 这个不是很明显 这个不是很明显 这次呢 也还可以 你还可以 也有些反弹 然后最近的这次 就是国庆节之前的这次 国庆节之前的这次 我是应该说比较明确 大家应该可能听这个收盘视频的话 可能也有点影响 就是在9月11号的 开始认为市场 市场向下空间有限 要开始反弹 应该9月11号还是12号 反正就当时上证指数已经低量 应该是这天 这12号吧 录视频就大概这么说 然后后来确实反弹 但又跌下去 跌下去还是低量 还是低量 就是成交量的柱状 才是88.24亿 都不到100 也是低量 然后向下空间有限 可能要反弹 后来就反弹上去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节奏问题 就是它量能它变化 它是像一个波浪的 一浪一浪起一浪高一浪低是这样下去的 当它到一个低谷的时候 你要重视 你要重视一些 这是在熊市当中 我们去把握市场节奏的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说到一个超短线 然后现在说的是短线的问题 但这种反弹 刚才我们后来说的短线的这种反弹 一个就是注意这种筹码 还得注意筹码 因为它仅仅是短线反弹 而不是中线级别的反弹 所以你要注意筹码 注意一些技术面的压力位 像这个技术面压力位 确实从这来看的话 这确实也算 当然我当时认为可能会到这个 会去努力去收复这根产业线 但是没有 仅仅是回补了这个缺口之后 好像是勉强回补了这个缺口 就是8月1号的这个跳空缺口之后 然后就开始下跌 但前面这个反弹都还是 就是你还是可以把握的 还是可以把握 这就是关于这个熊市的境界的问题 熊市的境界 我们所需要的 需要把握的就是一个节奏的问题 你不要说涨了几天之后你才去追涨 那你就跟结反着来了 你跟结就反着来的话 你必定是比较惨 比如说人家都涨了三个羊线来之后 你才开始说 哎呀大盘 真的这回真要反弹了 我们开始要去 这个要加仓了 然后把原来不做股票的钱都拿腾过来 然后开始做股票 那你现在就比较惨了 所以说你一定要控制 注意节奏的问题 关于今天的这个主题 就是熊市的生存和境界 我就讲这么多 在这里面我再简单总结一下 就是说在熊市的生存的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做到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仓位控制 并且呢降低盈利预期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重视 并且敬畏每一次的破位 然后第三点就是 多听听陈老师的话 多看看天狼的那些老师们的微博和视频 然后关于这个熊市当中的境界 就是你想从熊市当中有一些收获的话 那就是注意节奏的问题 你只需要去考虑节奏的问题 无论是超短线的节奏 还是这个短线的节奏 都是节奏的问题 要做好这个节奏的问题的话 可能需要用到筹码 用到这个成本均线 还用到这个委托额指标 还用到这个量价关系 所以我们看了这个 K线和这个下缘柱状图的一些关系 还用到这些东西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现在已经是4点20 我们留点时间来做一个互动 我们看一下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提出来 我刚才忘了让大家提前问问题 不用 我要看这个问题 刚才我没有提前告诉大家说 如果有什么问题 就在这里边跟在互动里面跟着提出来 现在他可以提出来了 我们留点时间 顶点软件怎么办 怎么办 跌了40%了 然后还要说创业版周时如何 我们先看顶点软件吧 顶点软件 这股票 确实走得比较差 现在呢 就是说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 见底的一个接触还没有 但是他确实空头的示范 应该说也比较充分的 你看从前面的这个量能比较大的时候 然后慢慢垂着下跌 慢慢慢慢的到这种 基本上是对他来说 对他上市以来的这个量能来说 已经几乎是接近地量了 现在他就是受到大盘的一些影响 受到一些大盘影响 要不然的话他应该 即便没上涨也应该开始盘整 或者区间的这个震荡 但现在呢他还在你看 还在筹码峰之下 还筹码峰之下 现在我也不是不好确定 他能够说到什么时候开始办谈 但是你如果再去回顾 这些股票前面的这个 比如说像这次是颇位是吧 跌破8成分均线 后来呢也没有 也没有说重新涨到前面这个阳线 这根阴线的这个开盘在之上 然后即便你再买的话 这天又是颇位 你看这又是颇位 你要重视起来的话 这些后边的这些跌幅 和你是没什么关系的 至于创业版呢 我们想提一下 现在创业版的问题 创业版应该说近期 在国庆节之后 跌幅应该好像是比较大的 创业版 甚至在国庆节之前 它也是比较弱的一个指数 创业版是这样的 它需要先跑步前进 跑步前进去哪呢 就是去它的这个熊市的地步 它要先跌到那个先于上升指数 那个见底 所以它现在跌的比较狠 就先跑起来了 然后先到底 所以现在创业版可能 下面来说 并不太适合我们去操作 如果近期特别有一些操作的话 特别这种超短线的 比如暴跌之后 然后你再去抽底的话 我觉得可能反而是权重好一些 权重不好一些 因为大家都应该知道 这个 国家队或者什么 反正我们也不是国家队 反正就是投资者心理上 投资者心理下都有这样一个预期 就权重一般旧市的话 权重可能会相对来说 可能会更容易成为标的 因为这个权重里面有很多机构啊 什么的在里面 而中小创业可能没有这么多 你看现在创业版 现在它整体的这个量能还是挺大的 就是从2月份 它盘整的时候 这个量能框挺大 这个阶段应该跑了不少 然后再往上跌 到现在量能都没有 没有说明显的缩效 哪一天呢 出现了一个 这个量能的这个低谷 比如说像前面 你看像这种低谷的时候 像这种低谷的时候 可能就是创业版 见大底的时候 那现在还是没有啊 但是创业版呢 相对来说 你看你会发现 它比上升指数 它的筹码啊 比上升指数很明显 就是它已经有不少筹码洗下来了 反正这个位置 洗到这个位置 是不是就到位了呢 有可能还没到位 可能还得再向下一阶段 就是陈老师说的这个滚风 当然这个我们说的是向下 向下滚风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看别的朋友 有人说龙头股 中国平安 中国平安就是每次一些权重股 活跃起来的时候 这个中国平安都有它的分 都是像中国平安 平安银行啊 这些还有保险 是特别容易受到那种资金的关注 但是中国平安其实 它可能会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会比别的 我看一下啊 现在筹码也是已经上移很多了 是吧 它比别的股票 那个创业版是筹码下移下来很多了 这股票呢 它开始往上移 之前你看 往上走的时候 这个筹码在下边 你看 这筹码在这下边 然后随着这上面来回 开始有人卖了 开始有人卖了 然后反复增长 然后在上面 现在呢 下边的获利盘已经很少了 这时候这一跌破 这个筹码风的话 可能就容易出问题 当然这种股票 它即便出问题 也不会说快速的下跌 除非真的是 像股灾1.0 2.0 3.0 这样的下跌 但是到熊市的后半段 应该不至于说快速的下跌 但是它的下跌时间会比较长 你如果不快速下跌的话 那就是时间周期上会比较长 你看像这一天是跌破 这个80层均线 这时候反正这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 像这个中国平安短线操作 我觉得也没多大的机会吧 至少我这样认为 而且你看到 从7月2号到后来的这个反弹 最高点 你看到了什么位置呢 我们可以把 这个K线锁定一下 后来的反弹就是 大概到这个筹码风 大概在哪呢 前面的这个箱体 盘整箱体附近 这个虽然说有很明显的一些 这种内种资金在幕后运作 但是呢 它在技术面上还是挺规范的 也是碰到 然后从马这个压力位 然后也是回落 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它下跌的时候也是差不多到支撑位 也差不多到支撑位 你看 是吧 是不是刚才我把数要放前面的话 是不是差不多到这个支撑位 然后你开始有些反弹 它也是非常的遵循这个技术面的一些东西 并没有反技术面 有人说看看这个深通地铁 有人说现阶段适合做什么股票抢款台 适合做什么股票抢款台 我觉得如果是这种暴跌的话 暴跌的话还是 要么你去做那种 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权重股 权重股 等它一定是 它有下跌之后 有连续下跌之后 然后你再去做 这个权重股连续下跌之后 你再去做 它如果没有下跌 反正抵抗它 然后没跌到 然后你去抢 拿这种股票抢款它的话 可能会有这种不跌的这种因素在里面 所以呢 你等它下跌 比如说像这种 就比如说这个中国平安 你等它有一波 空头有一波释放 有一波释放 特别是释放到一个量能比较低的时候 然后你要去强大的反弹的话 可能相对来说容易一些 容易成功一些 然后你再结合它 盘口的这个抛压的情况 盘口抛压同样也是看个股 也同样也是看维托额 然后对比一段时间 它的维托额的变化的情况 然后另外一种选择 就是刚才我们说 这是全中国 另外一种选择就是 找那些 换手率比较大的股票 换手率比较大 然后就有资金在里面活跃 这些腰股这些 倒反是可以去做的 反而是那些 你说长时间沉寂那些股票 反而不太适合做 那些腰股盘中 你要把握好的话 还是可以去做的 就是等它 腰股它再涨一段 涨到一定阶段 同样也是要获利了结 获利了结 你要等它释放 刚才我们说了 要等它这个获利盘释放 要注意这个节奏 释放到一定程度 它量能也会缩小 然后再重新放量 再重新放量 中阳线往上 这时候呢 有可能 它已经开始 要反攻了 这时候如果再结合 大盘的一些情况的话 你可以考虑 去参与那些股票 当然它这个 要说这种话 可能会要有一个 体系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进入了这个技术体系 还有 卖出了这个技术体系的问题 但是里面我就 今天在这里 我就不详细去讲 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挺复杂的 这是腰股 恰恰食品 我们看一下 恰恰食品 好 最近历史上涨 果然是 这个筹码锁定的 好像挺良好的 是吧 但是这个 K线上 K线上 目前呢 是有点问题 就是说 首先从 一下子进入这个 你眼睛里边 就是这个K线 显得很凌乱 是不是 就是上下引线很多 上下引线很多 很凌乱 它不是 正常的多头排列 要这样慢慢的 干净的这种上涨 或者下跌 它是很凌乱 这里边 就这种股票 就容易出问题 我也不知道 也不能具体去说 它问题在哪 但是就是说 看起来是稍微有点怪 目前 假如说你有这个股票的话 它倒是没有破位 就没有我刚刚说的跌破80成本均线 它倒是没有 你要是说顺势而为的话 那也可以考虑 像今天的下跌 它其实就是在这个前期高点位置附近 前期高点位置附近 然后出现了今天这个4点多的下跌 所以前期高点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那今天它出现下跌 但是还没有破位 假如说你这个成本比较低的话 那你可以再等等 反正都是按照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破位的原则 没破位你可以再等等 真通地铁 问了好几次了 真通地铁的筹 早着呢 上边的筹码都还在上面呢 不过像那种 你看这个股票 我看流通盘4.77亿 流通盘倒不是很大 我还以为是全中股呢 不是全中股 但是这个成本均线竟然可以放得这么 这么大 这个喇叭放了这么大 大部分的筹码还在上面 这种 只要它大部分的筹码还在上面的话 即便这只股票即便有反弹的话 很难超过有20%的反弹 很难超过 除非真的是有什么重大利好啊什么的 然后变成腰股 看着把这个整个界面缩小 然后看着股价现在是不是在相对的低位 然后呢 再看筹码是不是也在下边啊 这种股票 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股票池 然后未来这种股票 就是你要参与市场的话 比如说一些 嗯 中短线级别的反弹的话 你可以主要在把这个仓位集中在那种那种股票上 当然在买入的时候同样也是 它股价至少要回到这个 这个筹码峰之上才能办啊 啊 我看这个这个这个 现在时间呢也差不多4.34分啊 医药股玩 有不少人问医药股 医药股我们不想讲了 医药股现在就是一个 整个就是一个出货的一个阶段啊 出货的过程中可能也会有一些反弹 但是这种反弹 就是说你在想 在 参与的过程当中 嗯 这个危险系数就相对来说就比较高了 好像医药股是在 啊 7月份还是 7月份之后才出问题的吧 是因为什么问题 好像当时我一下想想不起来了啊 整体的医药股全都 全都下跌 就好像是然后来提到很多 啊 疫苗的问题 疫苗事件 具体是哪一天 我忘了 反正就是疫苗事件 我看一下那个 长春高新 你看 这些股票都大概记得住在什么时候了 啊 这一天是 7月24号 7月23号 是当时的疫苗问题 然后 下跌 啊 所有的医药股 就是从那个时间段开始进入一个 就是说 一个 出货的一个阶段 从那时候开始 它即便后来有反弹也是 呃 在反弹中也是有出货的啊 绝大部分啊 而医药股呢 基本上也是 2018年 就是说 就是说 那些 装股里边最后 最后出问题的 好像就是医药股吧 其他的装股 基本上都 呃 出问题了 你看这 像这个长春高新 现在这个 成本均线呢 也可以乱了 之前呢 之前的情况都还好啊 所以医药股就是 在人家在一个 呃 向下的一个过程当中 出货的过程当中 你去参与的话 那就是说相当 去做人家的这个接盘侠 啊 我觉得就 不太好 不知道人家已经在出货的话 你在还是 参与还是强那点的话 可能就不太 呃 就是说 在博弈的角度上来看啊 啊 你一开始就已经 失去了一个优势了 好啊 呃 今天这个直播咱们就讲这么多吧 然后呢 我 我这样我再 简单的总结一下 因为可能后来有个朋友 呃 进来的晚一些啊 啊 进来的晚一些 然后呢 我再重复一下 说今天这个主题 就是熊市的生存和境界 生存方面呢 第一个就是要做这个仓位控制 啊 在成本均线还是空头排列的时候啊 一定是要做空啊 仓位控制的 除非进入成本均线的多头排列 嗯 可以稍微激进一些啊 现在还是空头排列 所以呢 要做仓位控制 而且每一次交易都要降低这个盈利预期 不要想呢 我要犯罪 或者说要多少多少 你能拿到 一把交易能拿到10%就不错了啊 然后呢 要重视 敬畏每一次破位啊 您只有这样才能规避一些大的错误 然后第三点就是要多听听陈老师的话 多看看天狼老师的微博和视频 然后关于这个熊市当中的进阶呢 就是要注意节奏啊 超短线的节奏 短线的节奏 都是要需要 啊 都是需要做这个 这个把握 节奏上的把握的 那要做节奏上的把握的话 天 天狼五零软件呢 有这个 筹线 有这个委托额 还有看这个量价关系 这些都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把握市场的节奏 好了 今天的直播就讲这么多吧 好的 谢谢大家啊 再见啊